它為什麼會叫做女王波呢? 哈囉大家好 我是脆舊美學的參與大醫師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漫圖2022年推出的 新型家庭女王波 EXTRA 那女王波 EXTRA 家庭呢 其實是過去光華圓盤的一個升級進化版本 它為什麼會叫做女王波呢? 主要就是想要強調它非常的逼真 就像是我們真實柔軟的乳房一樣 會有活動的感覺 特別適合我們亞洲女性 家庭比較小的身形 女王波 EXTRA 跟過去的光華圓盤 主要有三個不同的地方 第一個就是它的填充率增加 第二個就是它的整體的設計更立體 第三個是它可選擇的尺寸也更多 像漫圖研發出他們新的 AI精準填充技術 他們針對不同尺寸來調整內聚力 並且增加高粘稠度 膠體的填充比例 所以他們可以減少這些束後的塌陷 或者是水波紋的狀況 第二點就是相較於過去的光華圓盤 女王波 EXTRA 它是更立體的結構設計 它大幅縮小它的圓盤底座的面積 然後增加它的塗度 所以它可以塑造更飽滿更豐盈的乳房外觀 甚至可以塑形出更自然 更靠攏的一個性感的乳垢 可以讓它更容易達到 站著是一個水滴的形狀 躺著是一個圓盤形狀的一個自然乳房外觀 女王波的設計增加了更多的尺寸的選擇 讓亞洲女性就算是比較窄小的身形 也可以選擇更凸的家庭 更多的選擇來追求比較大的尺寸 和比較大的罩杯 女王 EXTRA 它是目前市面上最柔軟的一個家庭 主要是因為它的外層膜厚度減少了35% 所以讓它的觸感整個比較沒有隔閡的感覺 另外它使用的凝膠 是曼陀最柔軟的第一級記憶凝膠 所以它可以模擬 就像是脂肪組織比較自然的柔軟的觸感 我們今天主要是使用曼陀整個系列 我們來做一個比較評比 曼陀水滴的部分 因為它使用的是比較高凝聚力的甲體 所以它的整體手感會比較Q彈一些些 所以我們大概給它3.5顆星 柔毛圓盤的部分 因為它表面增加了一些紋理的印製 所以它的觸感柔軟度大約會是在4顆星左右 女王波的確是最柔軟的 我們給它5顆星的柔軟度 過去的光滑圓盤 雖然它有柔軟度皮皮 其實是跟女王波一樣的 按壓的時候會有一種凹陷的感覺 但是事實上觸感是很主觀的感覺 手術前要跟你的醫師討論 畢竟我們最後觸感決定的因素 並不單純是只有家體來決定 還包含我們本身的組織 所以我們的組織加上觸感的感覺 經過跟醫師的討論 我們包括整個手術的計畫之後 才會比較確認你術後的觸感 大概會是怎樣 女王波Extra 雖然它的外層膜厚度減少了35% 但是其實它的延展性和彈性是升級的 所以它的強韌度也增加了30% 來防止滲肉或是破裂的情形 它可以承受大概700%的拉扯 它的承重可以達到225公斤 女王波Extra不管是在它外層膜或是內側的膠體 都有受到美國FDA的認證 歐盟西醫的認證 即台灣衛福部的許可 它也提供長達12年的保固 是目前台灣所有易如品牌中最長的一個保固時間 過去的光滑魚人牌 因為它產生夾膜卵素的機會比較高 所以手術完都要接受比較高強度 比較長時間的一個疏厚的按摩 相較來說女王波因為精準填充的技術 大幅填高了它的填充率 也因為這樣子能夠增加抵抗夾膜卵素的力量 在國外的醫師使用經驗上 的確夾膜卵素的機會也是大幅的下降 甚至有的國外醫師認為不需要術後的按摩 我個人的建議還是需要適度的按摩 但是不需要像過去傳統光滑圓盤一樣 那麼的高強度長時間 至於按摩的程度 會取決於我們放的尺寸大小 取決於我們放的層次 還有本身的組織條件 比如說鬆緊和厚保等等因素來一起決定 首先我們來看在西方女性跟亞洲女性 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第一個我們可以看到的就是 她們的肩寬其實是不同的 歐美的女性呢 普遍肩寬都比較寬一些 我們亞洲的女孩子呢 肩寬普遍比較窄一些 第三個是西方女性 她們的底盤通常都比較小一些些 嗯 底盤 沒錯 西方的女孩子 她們通常腰節呢 部分都比較短一些些 那我們從圖表上可以看到 其實東方的女孩子呢 普遍胸寬和肩寬都比較窄 再加上女王波改良後立體的設計呢 可以讓東方的女性在骨架比較小 胸寬比較小的情況下呢 還可以營造出比較豐滿的胸心 第二點就是西方的女孩子呢 她們的乳房組織裡面 脂肪的成分比較多 她們的結地組織和皮膚也都比較鬆軟 所以她們整體觸感是比較柔軟的 但是東方女孩子相反 我們的東方女孩子的乳腺組織比較多 脂肪比較少 皮膚也比較緊緻 所以整體的觸感會更紮實一點 如果我們可以選用比較柔軟的甲體 像是女王波這一類的甲體的話呢 可以增加我們的整體的柔軟度 這次是女王波的甲體 漫脫女王波的價格呢 是目前整個漫脫系列裡面最貴的 價格比較高的 那也因為她諸多的改良和進步呢 她目前的售價是比較傾向於金字塔的間斷 就像是我們常聽到一些比較新的甲體 像是摩滴肉滴都是比較鎖定在這個族群 但是不是說一定最貴就最好 因為熔乳手術 術前要評估考量的面向很多 甲體的選擇只是其中一項 所以還是要跟你的醫師做好討論 才能做比較好的手術規劃和家庭的選擇 可以嗎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請幫我按喜歡、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